养花的时候总是忍不住想浇水怎么办 今天呢老花姨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事 有花姨要问我 老花姨我忍不住老师浇水 能不能用美滋带什么的 你是怎么能忍不住的呢 你要得空离得我近了 你来我们家给我浇多好吗 要我们家好多花都要浇水 我天天浇水都快累死了 你还忍不住 像花姨们一定要盖起一个点 我们大棚里面养花也好 干什么也好呢 一般呢都是等干了再浇 不干不浇 因为花实在是太多了 不存在忍不住所以说 是不存在的 好多的话就是不理解 为什么我总浇水这个花就死了 你要了解 植物它有一个特点 它跟人不也一样吗 你就打个比方说 它的一个浇水呢 跟人喝水是一个道理 人是渴了就喝 不渴不喝 你不能闲在门市 赶那老喝水吧 咕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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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咚 它是对你的生态压力大 植物也有道理 你咕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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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咚咚 老是喝水 老是喝水 它的根系长时间处在那种 一个潮湿闷热的一个状态 它就会泡的发胀 你应该泡过脚 泡过手这种吧 你泡的泡的 是不是发白啊 发胀啊那种感觉 对根系也会这样 再加上要不透气 那肯定就开始烂根了 所以说 一定要盖它这个点 那话我说 我用美之弹什么的 用点沙土什么的可以吗 那个可以 你只要是盆土保持很好 很凉好的一个排水透气性 这个不怕你浇水 对吧 就比方说 你比方说 你两个腰子都比较壮 你喝了水 能很快的去上厕所 就跟喝啤酒说 我见过那个喝啤酒的 反正我怎么喝都不睡 只要让它去厕所就没睡 你只要能达到那种程度 你可以 好吧 但是还是一定要知道 浇水在一块 干了在浇 不干不浇 类于根系的一个发育 植物它很聪明 来着自己就感觉 怎么老是没有水呢 它就开始激发自己的潜能 它把营养会云一部分出来 让自己多去长一点根 这样的话根系会更加的发达 您明白了吗 要是控制不住 来我这 让你交个够 我说老花衣 两碗最钻衣 拜了